五區公投 全民制憲 香港人 用我們自己的意志 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 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 付諸實行 香港的本土 民主 反共 這個運動 已經是勢不可黨 最後的勝利 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好熱呀 阿哥 你回來了 你也很炭 開著冷氣 搞甚麼 看台長講神秘的事 開冷氣 就要付電費 聽myradio 就要付月費 你付了月費了嗎 呃...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假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學院 將於今年7月1日擺設街站 大站位置為 銅鑼灣地鐵站伊出口旁紀利座字街 灣仔鵝頸橋消防局對面 灣仔秦道衛里堂 而其他街站位置為 天候興發街入口 維園銅鑼灣入口噴水池 銅鑼灣軒尼斯道欺慎廣場 銅鑼灣軒尼斯道集成中心 以及銅鑼灣伊援街 到時將會推出最新款的 五區公投全民制憲短奏支出 受價為150元證 將會在七一街站搶先發售 數量有限有賣襯手 記得來呀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回來 昨晚記者會有很多令人憤怒的地方 其實一開始就已經令人憤怒了 因為在已經有消防員犧牲的情況下 兩名消防員犧牲 亦都有兩名消防員處危態的情況下 整班官員走出來去開記者會 還敢告訴大家是進度良好 死了兩個消防員 怎會進度良好呢 是不能夠理解的 以及進度合乎預期 當然大家其實已經是 雖然我一直都說 先處理好災情 先不要在這些時候 去將火力集中追究問責 雖然我們是反對派 但是都不是在任何情況下 都是集中著去 只是負責去追究問責 但是現在的情況有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為 大家都想問一個問題 尤其是第二個消防員犧牲的情況下 太不合理了 你看到第一個消防員已經犧牲了 你知道裡面的環境很複雜 火勢很複雜 沒有必要再去 以及裡面沒有人需要救 可以大膽地說 沒有人需要救 難聽點說一句 有都已經生存不了了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為何還要送人進去犯險呢 好了 當然也會有很多人去質問 究竟是基於什麼情況下 要做一些這麼冒進 這麼魯莽的決定呢 接著看看梁振英怎麼說 這些統籌的工作應該由政府的高層去做 但是政府的高層不會作出任何的決定 來取代我們專業部門 包括消防和屋嶼部門的工作 政府的高層的工作性質是統籌不是私障 就是私障了 就是私障了 他告訴你不是 多數是 就是側面回應了 根本就在一個有私障的情況下 就是因為高層的私障 政府高層的私障 陳鑑林的說法就透露了政府高層的想法 就是盡快撲滅了那場火 接著就令到那場火所衍生的問題 於是就消炎於模型了 就不肯去面對這些問題 包括這個流雨倒塌的問題 疏散等等的問題 好了 接著 然後是令人很憤怒的 在這樣的環境下 依然告訴大家的進度良好 以及解釋為何不疏散呢 就看看民政總署的說法 而居民亦都覺得 今天 燕的情況 是改善了很多 在雲安宇 雲光園 裏面的老人院的情況 亦都比昨日 空氣非常之好 是不需要 將老人院裏面居住的老人家 搬去其他地方 所以情況大致上是正常的 這個八婆叫什麼名字 謝小華 這個八婆要吊起你們打了 空氣非常之好 你都說得出的 TVB昨天才 從頭到尾 經常傳到一堆咪 就說 很多居民 入到屋子 關窗 開了冷氣 都還聞到濃烈的 刺鼻的味道 現在都還聞到的 我一出地鐵站都聞到 在地鐵裡面都聞到 現在都還聞到的 不要說昨天了 昨天是很濃烈的 昨天前天都是很濃烈的 而昨天是相對嚴重了 因為我不知道裡面燒了什麼 其實是 我們不知道裡面有什麼的物品 沒有辦法知道 到現在 雖然霧出來的煙 雖然是相比起昨天是小了 但是到現在 都是有很濃烈的刺鼻氣味 那裡有幾樣的危險 第一樣就是 你本身的煙霧 對身體有沒有壞的影響 其實是一個污染物 我們都廢話事去判斷 你聞到這麼不舒服 我昨天的節目也說過 我在那裡 一陣子的喉嚨就已經不舒服了 我相信所有居民在附近 都是面對同樣的情況 它已經直接會令到你身體出現反應 不可能那些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這是第一 第二樣就是 你住在那裡的環境 你住在那裡的情況下 你一直聞著這些大火傳出來的濃煙 幾十個小時 幾十個小時 除了你身體不適之外 我想說 你在這樣的環境 你在家裡有火燭也不會知道 是的 你家裡忽然之間 不是隔壁大廈火燭 你家裡忽然火燭也不會知道 平時你為何會知道你家裡有火燭 我聞到有臭味 除了你見到火 你就聞到有焦味 你現在忽然之間 隨便一動 現在忽然之間發生了另一場火 現在這麼熱 這麼高溫 忽然之間會有另一場火 又有什麼好奇 但是你也察覺不到 因為你 喂 老公這麼焦 不是 這幾天 一向都這麼焦 火燭啊 對面 你沒看新聞 那些 到你擦過的時候 已經燒到你走不了了 很危險的情況 你怎麽可以說出這樣的說話呢 這群人是混蛋 應該全部混蛋在那裏 屁股 那些人是全部應該送他們 應該走上三樓 你們說得這麼安全 為何你們不在三樓打咪呢 為何你們不在三樓做記者會呢 在工業大廈的三樓 找你床 我又不是你床 在記者會 屁股 這是另一個令人憤慨的地方 接著我們再播一次黎民軒 我相信呢 我好多同事 都會同意我的看法就是 我們要履行我們的職責 我們要勇於面對困難 如果我們不勇於面對困難的話 我們怎麽去保障市民的生命和財產 我們 我們是否容許這些樓 由它這樣燒 燒到無法可以控制呢 沒錯 大家都知道 這間屋裏面 可能 可能 我們現在都不能夠去確定 因為 我們未知道 有沒有真真正正正裡面有人 我們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假設 這個樓宇裏面 完全是沒有人 所以我們的任何滅火的策略 我們的目標 是要撲滅火警 我們不是去看火警 我們要撲滅火警 所以我希望大家傳媒朋友 是理解 我所有的同事 他們的工作是很有熱誠的 是很有心去保障香港市民的 他們不會任何一個高層 都不會希望 是犧牲我們的同事的生命 我 做了處長 兩年多 我今年37年 我面對最大的困難 就是要跟家屬說這件事 所以 我希望大家了解 我們是不會做任何事 它令到我們從事 犧牲 我們一定要播很多次 因為 正如第一節所說的所有的推理 雖然我不是救火的專業 但我不覺得你有任何方法 可以回應到我的質疑 完全是沒有必要的 林文軒剛剛這個回應 其實是他講完事前的簡介之後 後來就回應連續三連串的記者提問 那三個記者的追問問甚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問這個林文軒 就是問他可否交代三位出事的同事的時候 其實在火場中哪個位置發現他們 發生了甚麼事 為何在第一天有同事殉職的時候 就依然會繼續派同事進去 這都是我們一直以來質疑的事 接著就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有沒有這樣的必要 然後他就解釋了火場的環境 諸如此類有迷你倉有鐵皮 記者就直接去追問 但是事隔一天之後 再有消防員相職 究竟在指揮上有沒有吸取教訓 保護好前線的同事 有明顯是沒有的 有沒有人需要為第二位消防員相職 負責下台 即時下台呢 記者是很直接的 就是問他有沒有需要即時下台 在這裏 記者再追問一個問題 就是既然是裏面沒有人居住 有些雜物 你有說過有一封梅瓶去犧牲 就是兩個消防員的生命的時候 是否值得呢 正如一些剛才的航家所說 如果轉用救火的模式 要用到去爆破的時候 那為何昨天全天都是用一個防禦式 但突然間就會轉了一個進攻式 這個策略是否有問題呢 在一開始的時候 梁青又提到 跨部門的會議 是存在更高層的施壓 那你是不是很心急去救出這一場火呢 這幾個問題是接連下去的 重點就是問會不會下台 第二就是高層對於前線的同事 有沒有一個錯誤的判斷 在這些問題之後 那他就出現了那個會議 哭吧 就是哭了 哭來打了 哭又有人安慰你 你以為你是打領嗎 梁振嬌拍他播 梁振嬌拍他 拍了他幾下 這個我夠膽大膽地說 現場的指揮是一定要調走 這是百分之一百肯定的 我夠膽大膽地推測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第一我再說一次 張耀星的犧牲 其實都是需要去調查 究竟發生甚麼事 但我覺得沒有必要急於去調查 因為始終消防員很辛苦去救災 前線的消防員很拼命很辛苦 但是現場做調動指揮的 一定要負上責任 那件事很明顯 一開始 就算我們現在未知整件事的名勢 未知這件事的詳情 我都夠膽大膽地推測 為何最初會出現一個 最初有消防員犧牲的情況 其實很簡單去歸納 就是掉以輕心 你想像到他們的想像 你想到他們的想像 只不過是迷你倉著火 迷你倉可以有甚麼 只不過是迷你倉著火 因為你最初未了解裡面的環境形勢 但是你當然可以判斷 你一開始已經知道 這樣會有牌燒 為何會有牌燒 這就等於我們分析 很簡單的分析 就是它這樣封到密 沙水又降不到溫 那很簡單 那個推理很簡單 那沒辦法 唯有破開它 進去射水 破開它 散煙散熱 然後令到可以直接去滅火 這樣就可以了 這就是掉以輕心 因為在整個救火工作裡面 你在一個這麼受關注的一場大火裡面 你也想爭取表現 然後好好看看去救適他 於是就犯險了 犯險就出事了 出了事就應該換了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調動到換人 如果有換到人的話就重量大劑 如果有換到人的話就重量大劑 即是一個也是這樣 兩個也是這樣 其實我看回那個報道 有說到第一天的消防員 張耀星不幸殉職之前 其實掉以輕心是有個說法的 當時已經是有消息 即是那個新聞報道 就是在六點多七點鐘 即是第一天大火的時候 就是已經說有一個趨勢 好像舊息少了 所以進去的話 之後就是要想一下 看看怎樣爆破 怎樣再進去撲火 接著那一刻的股風機 即是根據那個報道時候說 就是有一個地獄輕心的可能 就是立刻開機 就抽到空氣 亦都出現了一個搶火的情況 但你第一次發生了之後的話 你第二次 昨天的處理 你沒有辦法迴避記者和大眾的質疑 你第二次的迴避就是 因為你已經是出現了 有第一名消防員去殉職的時候 那你第二次 你已經是十多個小時 你本來有一個手勢去為大廈射入水 那為什麼你急於要 昨天晚上七點多的時候 就要再派一隊的人進去 先不說股風機 你常識都想像到 現在沒有那麼濃密的煙 在兩天前 你看外圍的情況 你仍然看到 見不到明顯的火光 但是有大量的濃煙出來 當那個環境見不到明顯的火光 有大量的濃煙 你就可以判斷裡面是極度高溫 在醞釀著白煙 這是肯定的 這是物理常識 不要說你這麼專業的消防員 這是我也認識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它是一個密封的空間 如果裡面在醞釀著高熱 是一個可以放出這麼高濃煙的高熱的話 你破開它 空氣流入就會立即搶火 都不用去討論股不股風機的問題 還有一個矛盾 就是當你看不到火災現場 因為你是一個密尼艙 你打開了之後 外面的空氣流入的話 會令到裡面短時間有再大火一次 在這樣的情況下 為什麼要這麼心急去做這件事呢 再說一次 裡面是沒有人的 是沒有人要去救的 那就是為了好看 就是為了救得更厲害 你剛才黎文軒的說法 為什麼要再播一次呢 就是它很強烈地跟你說 你看到那個管理文化 就是說 我們是要積極去面對困難的 去面對 你想不想像政府宣傳片那樣 然後告訴你 我們是去滅火 他那個說法是什麼 去滅火不是去看火 我們不是去看火 我們是去滅火 我們去撲滅火災 不是去看火災 撲你這個街 撲你這個街 是不是 喂 現在整個值得去譴責 問責的情況就是 這麼多前線的消防員 在這裡拿一條命出來搏 然後你們就不斷希望 去做一件事就是 我們能夠處理這場火 你不是承認那個火勢 和複雜的情況 是難以處理的 喂 因為有棟大廈消通 市民是會接受的 他昨天那波咪去說 難道站著看著有棟大廈 有棟去燒嗎 是啊 他是這樣的一個說法 我不明白有什麼問題 在裡面沒有人 當然他會造成一個損傷 他也會造成一個 如果那個大廈出現了倒塌的情況 他也會做到很多賠償的問題 這就是湯姆問的 剛才第一節問 為什麼不疏散 因為這個疏散 你會帶來 因為疏散是一連串的事 當你決定疏散 等於我建議的那件事 雖然我不是一個消防的專業 我不是一個舊貨專業 但我覺得穩妥的做法就是 你疏散所有人 避免了濃煙的侵害 以及在一個有倒塌風險的情況下 你可以勉強倒塌所帶來的周邊的傷害 但是倒塌怎麼都會帶來周邊的傷害 倒塌你一定會損毀到周邊的東西 有很多財物就會損失 如果只是說工業大廈裡面的財物就會損失了 難道現在還想救黑膠質出來嗎 然後帶你旁邊的大廈 或者得寶 他可能都會有 整個大廈都可能會因此而有損毀過人的東西 連隨所帶來的賠償 重建等等的問題 那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了 但是是人命重要 還是整個規劃或者賠償各方面重要 當然你在行政上會帶來很多很多的東西 因為為什麼他死都不肯疏散呢 就是整件事不只是疏散與不疏散的問題 也不只是牽涉到疏散的人如何安置的問題 而是你決定疏散 基本上就等於黎民軒的說法 整件事疏散就等於由他燒 有一個會燒 只是去灑水阻止他蔓延 但是他們不想這樣做 就是因為後續會有很多事情的麻煩 如果你現階段可以救出他的話 那就沒有這種情況 於是就用了這麼進取的做法 這麼進取 這麼招急 這麼魯莽的方法去救 他現在可能是避免的 他現在可能是避免的 因為他那麼避免逼這麼多消防員進去 他其實 好了 如果譬如用我們推薦的方法 或者不只是我們推薦 方家很多人推薦的方法 可能洞大廈真的會在救火的過程就倒閉了 嗯 在救火的過程可能就倒閉了 可能甚至乎有部分倒塌 也甚至乎會影響到周邊的建築物 那這個就會牽涉到一個很複雜的賠償 以及安置的問題 大哥德寶在那裡有多少人 對不對 還有旁邊的交換員 如果影響到旁邊的大廈 或者是有部分的損傷的話 那是不是有很多很複雜的事情會發生 是會發生 是會發生 但是如果一早做了這個決定的話 當然 你說一早會不會很果斷呢 是會很果斷 但是我覺得昨天 你燒了六十多個小時 兩天 昨天你燒到四樓五樓的時候 其實已經可以做這種決定 其實那時候已經值得做這個決定 或者是張耀星犧牲了之後 然後再多救了十幾十個小時 你就已經判斷到 不是短時間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他們不肯承認 任何一個部門都不肯承認 在消防那些現場指揮 又會覺得 都不用救人 都不用救人 只是救息長火而已 難道救息長火 我們也做不到 不相信 不相信 做 你現在可能做到的 我現在估算 判斷 我覺得他們是會救息的 我覺得他們是可以在大廈 不倒塌的情況下 救息長火 但是 那個代價是什麼呢 除了犧牲了這兩個消防員之外 就是你看到的 一直都看著的 就是除了張耀星犧牲了之後 有繼續有送消防員去火場之後 我想說昨天這樣的消防隊目 這個這樣的 江炳林 不是 許智傑 昨天許智傑犧牲了之後 你一直都看得到的 是依然有送消防員去火場的 今早也有 今早6點多 醫務隊有一隊都進去了 剛剛也有 你現在可能沒有昨天晚上的情況那麼嚴重 但是昨天是 是在一個 有再多一個消防員犧牲的情況 是繼續送消防員進去 意思是那個進攻營的策略是沒有改變過 是啊 是啊 是沒有改變過的 但是我呢 我不太理解 就是在最初的時候 就是你沒了這麼大的風險 你迫了這麼大的損失 你已經損失了的 就已經是兩個消防員犧牲 有兩個消防員還在醫院 但是其實 沒有再多一個消防員 或者多兩個消防員犧牲 原因是因為他們基緊的各樣東西 幸好 但是其實他一直在做的事情 都是推動他們 推動他們 推動他們 是昨天就算有第二個消防員起身後 都一直在做 所以有個說法 變成像抽生死簽一樣 現場的消防員 大家都覺得你不是嘛 你現在東西都是無端端的 推些手進去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他開頭的一個想法 就是一直以來的態度 那個所謂那個官僚上的判斷 我不知道是不是 譬如他可能會想著一件事 就是消防員 或者自己本身的消防署 可以救到長火的話 就不用叫其他部門守的 如果你說要去疏散的話 在他的眼中 他又可能要找警署 又要找民政署 那又變成 他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想法 如果你說高職 這個不關事 因為我一直在聯絡各個部門 其實很多部門都是stand by 所以你說那個能夠動員到其他部門 他不是基於這個考慮的 就是上層的決定 他是不想做這件事 他不想做的 他不想做的原因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不想用一個這樣的方法 去結束這件事 而現場的指揮官亦都是 說真的 頂不了這些所謂再上級的壓力 下來 要去執行這件事 就是有一些 WhatsApp那些 就是那些所謂的消防群組 或者那些消防員 他們出來那些聲帶 其實你說是否百分百是真確的 我不敢說 但我自己傾向相信 因為有一些說法就是 很多其實越高級就越離地 他們可能真的很多不清楚 說實質現場的狀況是怎樣 但是因為受到這些壓力 就照推消防員進去 那一定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消防系統也是這樣的 其實你也是 你也是很多 譬如是消防隊長 或者是高級晉升那些 其實那些都是大學畢業生 然後他一考進去 就已經是負責指揮 你又不同的那些所謂的散仔 或者是前線 那些 他們是 他們做得久 他們是火腸出來的 經驗很多 然後你跟著之後 還有你人際關係也很重要 就是你是很 你能否入到堆 不是的 消防很講家世 消防很講門帝 越是高層的指揮 那些是消防世家 即是消防管理世家 他們當然是有他們一套官僚的做法 但是受苦的就是前線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去追究責任 還有是 去到現階段來說 有人說現在去疏散 我不知道長火現在會變成怎樣 但是 在現在來說 救得息是不奇怪的 因為今天早上7點多 你都犧牲了這麼多 但是那些犧牲 我們夠膽下一個判斷 是枉死的 是完全枉死的 完全就是整個政府各個部門的配合的失當 以及對件事的審視 是做了錯誤的判斷 而這個錯誤的判斷 我們覺得 有時在很短時間的情況下 你對於一些事態的判斷 當然可能會有錯 最後這件事 是五、六十個小時的事 你有五、六十個小時的思考 尤其是第二個消防員出事的時候 那天已經是 由事發到 由件事一開始 去到事發已經有五十個小時 你這麼多的小時 沒有可能是一步一步繼續錯誤 但是我們現在正在面對這樣的政權 我們現在正在面對一群人 你看昨天的記者會 由民政總署到消防署 到行政長官 香港是每一個環節都跟大家說 為何香港需要建國 為何需要沼清這班人 每一個環節都失敗下去 為何需要沼清這班人 如果香港有其他港共不幸運 說你有更大的災禍 你很多Facebook現在都說 譬如某某核電站附近那些出事 你香港是很嚴重的 或者你再來一些類似沙士的疫情 絕對不能夠相信現在港共政權的應變系統 剛剛今早有個消息 懷疑可能是中火 是 有個這樣的說法 根據蘋果的爆料 有時槍迷你倉的職員跟他們說 其實他們去巡查時槍迷你倉的時候 發現所有閉路電視都關閉了 然後有一條走廊就立即起火 他們就逃走 然後就報警 現在已經由壽茂平警區的重案組接手調查 究竟是否有中火的事件發生 是 究竟是甚麼事 我們暫時的資訊很少 不知道住了 但是我們都是希望消防員可以平安 可以不要再有無謂的犧牲 好 休息一會 回來講講脫鉤的情況 休息一會 這位人 炫耕堡的